大家在种豆角的时候最烦恼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不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豆角被虫子咬成这个样子 特别是在秋天种植的时候 虫害特别严重 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 豆角就长不好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虫子在危害豆角呢 咱们来仔细找找 其实豆角的害种还挺多的 但是最严重的其中的一种虫害就是这种虫子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这个是豆角虫的幼虫 再来看一下这只 上面是长着黑色的绒毛 身体是黄色的 我们给放大了看一下 看看它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其实它也是会爬动的 看看正在走呢 这种虫子对豆角的叶片破坏力非常强 很短的时间就能把叶片吃得光秃秃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还不算是严重的 如果严重的话 整片豆角叶子都是干枯的网纹状的 看看这一片被啃食的比较严重 这种虫你初看起来还以为是某种类型的毛毛虫 但其实它是豆甲虫 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墨西哥豆甲虫的幼虫 要想种好豆角的话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控制住这些豆甲虫 尤其是幼虫 看看这种油豆角是特别好吃的 如果说我们不控制住豆甲虫的话 很快这些豆角的表面也会像叶片一样被咬的斑秃秃的 看看早期摘豆角的时候 落下的没摘的豆角 现在已经长得是非常老了 已经有点发红了 这样很快干枯了之后 就可以留着结种子了 这还有这种白色的豆角 今年我们这一片豆角是和丝瓜挨着种的 看看这里边还有一个苹果丝瓜 再来看看这一片 豆甲虫的幼虫特别的多 看看这些 里边还有这种小黄点 全都是 再到里边那些干掉的豆角 还有干掉的叶子旁边 更是一片一片的 我其实有一阵子没有过来关注这个豆角了 莉莉每次过来也都是把豆角摘完了摘回去 我们也没太管这个豆角上面的虫子 我今天就赶紧把这片豆角上的虫害给处理一下 虽然这一批豆角已经是中后期了 但是看看上面还是有一些豆角的 还有一些小的 没有长起来的 我们为了保住这片豆角 它的后边还能继续的截豆角 还是要把这些虫子给处理掉的 看看这边也是 豆角的旁边有好多黄色的小点的幼虫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片 是我们秋天的新的一批的豆角 这些豆角刚刚爬上架子 已经开花了 但是还没有开始截豆角 来看一看这些花苞 这新的一批豆角 叶子上已经有一些虫子咬过的痕迹了 看看这种 明显就是墨西哥豆甲虫造访过的痕迹 我们来找一找 看看这里 这一只就是墨西哥豆甲虫的成虫 之所以叫墨西哥豆甲虫 就是因为它也是一种甲壳虫 但是不要把它和瓢虫混了 刚才那只的位置不太好 看得不太清楚 我们再来找一找 看看这里边 这片叶子上又有一只 一直在跑 看看掉在我的手套上了 其实整体和瓢虫类似 但是是这种暗黄色的 然后表面也没那么光亮 这个就是豆甲虫的成虫了 看看这个叶片背面还有一只 正趴在这里 这只比较安静 放大之后看得比较清楚 这些豆甲虫的成虫 来到这片新的豆甲的地方 其实是为了过来产卵的 它们一边吃这些叶子 一边会找地方把卵产下去 产下去之后 过一阵子长出来的 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豆甲地 看到的那种黄色的 长着绒毛的幼虫了 再往前走一点 还有一片更靠后种植的豆甲 这边的豆甲才刚刚爬上架子 还没有开花 这些墨西哥豆甲虫虽然也是吃叶子 也是破坏力很强 但是和它们的幼虫比起来 那就是小屋间大屋了 所以对于防治豆甲虫来说 我们要以防治幼虫为主 同时也不能忽略掉成虫 因为如果我们把成虫给它去掉 那么它们产不出卵了 那幼虫的数量也就少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叶片下边是两只正在交配的 墨西哥豆甲虫的成虫 交配完之后 过一段时间就会产一大片的卵 在叶片上面 然后过一阵子就会孵化虫幼虫了 看如果把这些叶片稍微翻一翻检查的话 有一些幼虫已经孵化出来了 看看这只小不点 我们放大来看一下 现在叶片有一些阴影 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就是这样非常小的幼虫 看看随便翻一翻 下面就能找到虫子 这又是一只成虫 这又是幼虫 这边还有一只 刚才我找了半天 想找虫卵都没找到 这里边终于发现了 看看这就是它产的虫卵 再放大一下看看 密密麻麻的一片 这得有好几十个 这些如果都孵化成功了 那就太可怕了 看看这些豆甲粉红色的小花 还是挺漂亮的 这些豆甲虫在这里边 就显得特别的碍眼 这边是另外品种的豆甲 是这种小白花 这又是豆甲虫 说了那么多 到底该怎么样防治豆甲虫呢 其实我以前在视频中介绍过 最有效的有机防治的方法 就是使用生物杀虫剂了 这些豆甲虫 不管是成虫还是幼虫 都会使用大量的叶片 都是以叶片为主食的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把生物杀虫剂 喷到叶片上面 这些虫子吃了之后 就会死亡 我以前在介绍生物杀虫剂的时候 主要针对的是十字花科的蔬菜 然后针对的虫害是毛毛虫 菜青虫 明虫之类的 另外还有就是针对的是土豆 也就是马铃薯甲虫的幼虫 生物杀虫剂对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非常安全 人畜无害 也不会伤害蚯蚓和蜜蜂 对于这些食业类的甲虫 特别是它们的幼虫 效果更加明显 这有一只非常漂亮的小树蛙 趴在我们的桌子上 这个小布点 劳劳实实的趴着 一动也不动 我们跟旁边香瓜来比较一下 就能看出 这个小树蛙到底有多小了 看看 就像我的指甲盖 比我的指甲盖还要小一些 说了那么多 很多经常看我们视频的朋友 应该早就猜到 我所要介绍的生物杀虫剂是什么了 一个就是这个Spinocide 也就是多杀菌素 另外一个是BT 也就是苏银金牙包杆菌 不过今天我还要额外给大家介绍 另外一款东西 就是糖蜜 我现在用的这一款是有机的 可食用的糖蜜 大家购买的时候 可以从超市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能够强化生物杀虫剂的效果 特别是能够使生物杀虫剂附着在叶子表面 糖蜜是非常黏的 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使用方法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太阳快要下山了 天色也暗下来了 小青蛙这个时候好像也睡醒了 看看 腿已经起来了 看着还挺可爱的 我们还是拿来我常用的这个喷壶 给它调出一加仑的药剂来 壶里边先接上一点水 接上一些就可以了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把现在这个糖蜜 给它溶解一下 我们倒上一汤勺的糖蜜 看看糖蜜就是这个样子 黏黏的 其实闻起来还是有一股很香甜的味道的 很多人应该也吃过 因为它特别的黏 所以会粘在勺子上下不去 我们用水冲一下 然后给它稍微摇晃一下 搅拌均匀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就是一壶糖水的感觉 接着我们就任选一种 多砂均素或者是BT 按照说明书给调配进去就可以了 我这次多砂均素不多了 就剩一点点了 所以我就用BT了 BT按照说明是加入4茶勺的量 其实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浓度 它加的量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按照说明书进行就好了 最后给它加满一加仑的水 摇晃均匀 这样就好了 我们可以拿去喷湿了 我们现在刚好是傍晚太阳落山之前 是最佳的喷湿时机 加了糖蜜之后 喷出来有一股香甜的糖的味道 我们往叶片上喷的时候 一定要把正面和反面都给它喷到 可以稍微的多喷一些 这样能够保证让虫子吃饱吃好 我们把虫子还有虫卵所在的地方 都给它喷到 加了糖蜜之后 能够让生物杀虫剂的附着性更好 粘在叶子上的时间会更久一点 接着我就迅速把剩下的都给喷完 另外的这一面也要喷到 争取做到全方位覆盖 争取每一片叶子都给它彻彻底的喷到 这一片豆角我这就喷完了 我这次用的是BT 所以大概五到七天之后 大概率应该是还是要再喷一次的 到时候过来检查一下就好了 像这边的这一片豆角 豆角虫的虫害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有多砂均素的话 我的建议是最好用一次多砂均素 那个效果比较强一些 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 一般情况用一次 这些虫害就可以除掉了 我现在是没有了 所以我用BT过五到七天再来喷一次 BT的有效期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 所以喷过之后两三天的话 要让虫子把喷过药的叶片吃掉 这样的话虫子才会慢慢的被毒死 严格来说应该也不算毒死了 是被牙包杆菌破坏了胃肠壁 得了败血症死了 好了这样就行了 我们过五到七天之后再过来检查一下效果 之后再补充的喷一次 这样的话就万无一失了 所以说大家中豆角的时候 如果是深受墨西哥豆甲虫的困扰的话 那么也不要慌 也不需要乱用药 就使用生物杀虫剂就好了 如果你是发现的比较早的话 用药比较早 那么基本上药盗并除 用了之后马上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成效的 如果是虫害已经非常严重了 那么也没关系 多杀菌素的配方肯定是基本上一次就是非常有效的 BT的配方可能是要用上两三次 基本上来说就是不用担心 这些虫子的破坏力虽然是非常强的 但是比较起来茄子上的跳跳甲虫 还有日本甲壳中来说 这些虫子简直就是小菜一叠 不值一提